西红柿首富票房 西红柿首富票居然突破25亿,但也仅仅是停留在25亿左右,因为再过几天,就要三部片子同期上映,其中有两部片子还是未上映,就遭到了逐渡网友的关注和期待,虽然剧指下有李冰冰的亲情加盟,但还是无法激发起观众的热情。 相反,爱情公寓和一出好戏,反而遭到热议,在预售票房中,爱情公寓截至目前总共拿下了8000多万的票房,而一出好戏,则是只有2000多万,排在第三的巨尺纱,则是竞跟在一出好戏后面,拿到了1000多万的预售票房。 这样算下来,爱情公寓的预售票房就等于是一出好戏,的三倍多了,两者间的差距可谓是十分的明显,要知道前段时间出演《我不是要神》的王传军就曾公开回应过居演影版《爱情公寓》的原因,他认为根本没必要再拍影版了,甚至于还直接吐槽影版拍的就像广告片一样,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义, 先是前任主演否定了这部片子,随后还被曝出了抄袭,但《爱情公寓》依旧是在这样负面重重的情况下,依旧拿下了令人惊讶的预售,这部由得让人细极思考,有的网友还直接在吐槽现在歌,本已经买不到票了,实在是太火了。 也有网友对于《爱情公寓》预售火爆的情况表示,情怀电影,有这种现象很正常,预计上映三天之后,口碑票房双票选,一般打情怀的,至少口碑上都没有好结果。 相反,也有网友十分看好这部电影,甚至还信息满满的好话,三十亿票不是问题,CM的面则声明。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